大家好,我是Mr.Eman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就是HKDSE 2012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8 Question 28 請留意以下訊息 如果你是舊語而理解我做這個影片理念 請你跟我下題解 如果你是新知,請你現在posts out the video 看清楚這個影片如何幫你學數學 幫你去解難和應付公開試 好,題目 他給了一個Stamp List Diagram 如何去抽取數據我已經寫了給你了 你可以慢慢留意一下,觀察一下 先看幹,然後看葉 接著就問概率 概率當然我曬回Defination給你看 我又想知道在這麼多的TotalEvents裏面 有多少個是我們FavorableEvents 就是概率說的東西 TotalEvents現在有20個Data 當然就有20個 結果 但我們Favorable 我們只是想知道 小不過 小不過74 74也算的 74本身小不過74 行不行 有6個 答案就很顯錢 就會說 6 over 20 即是等於0.3 OK 無論28條也好 27條也好 大家都是講概率而已 我也是跟你重溫而已 非常之淺 好,多謝同學收聽了 對於概率的 你有興趣可以聽到我 M1裏面有某些題目都對的 不過你要自己找一找 好 再見 拜拜 來囉 給你看